郭蔡董事长,还有迷郎局长,还有民用航空机,那个航警局的机长 航警局的机长 六委员局长 市长,我们桃园国际机场有一个马戏团,你知道吗? 黄机长 市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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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桃园机场有一个马戏团的地方 我不知道,委员是说 你不知道,我先告诉你 我们的旅客告诉我 尤其台北市的旅客去那边告诉我 到了第一行下 跟当年俄罗斯到我们这个 这个内湖的那个马戏团一样 为什么? 那第一行下 坐得非常非常的低 因为怎么样 旧的大楼把它 改建,不是改建,就是把它怎么样 等修过嘛 对 从政 所以改的似不像样 像马戏团 一进去的时候 像马戏团一样 你知道吗? 这个是经过那个国际评选的 请到日本的那个团纪宴 是国际最有名的一个设计师 他设计师 所以啊 刚刚我所讲到的 我们部门不能闭门造机 你知道我们要出去看 我是帮你讲话 出去看 才不能弄得这么难看 谢谢委员 你知道吗? 不走出去看 人家进步都还不知道 我们现在大陆的观光客来 一到本来来台湾就知道说 啊台湾是一个小很小的地方 一到机场开始看 哇机场就小 马路也小 什么都小 你知道吗? 所以我们 屏东那个书委员跟我一起到第一行下 一看 他说回来一定要跟我一起骂我们交通部 怎么这么没有面子 弄在那个第一行下 好 第二个 董事长 我们 今年 101年的EPS是多少 一块都不到 对不对 明年呢 应该一块左右吧 明年预算编多少 明年预算是编129亿 一块一嘛 我是问你EPS一块一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 这个民国一百年是四块一毛吧 一下从四块一毛吧 蹦一下掉到一块都不到 什么原因 是不是我们请那个 来会计长 我知道啦 不用他谈 我是跟你讲问题的 问题在哪一个地方嘛 跟委员包括事实上我们在EPS来讲我们是整个光股公司 事实上我们EPS可以到4.8 包含比 什么时候4.8 EPS 今年是吧 101年多 101年从一样可以维持一百年的4.8 那我就要拜托交通委员 他编的预算也太不实在了吧 是的 你编的预算 原来编的预算是零点七五一块都不到 下崩一下到四倍多 这个是什么预算的编念 我们请我们那个会计说明一下 机场公司 我当然跟委员补充报告一下 最主要当然是整个收入的那个随着两岸的航线增加 那我们机场服务费还有我们交通会有增加 那另外在整个费用上面来讲的话 那随着我们整个当然最主要是费用的一个尊杰那有相关系 不可能说差差距这么大嘛 那这样的话这个102年度我要拜托交通委员会 对不对 那次长 我说次长 我们102年度我们预定的航次会增加多少 可以到18万的那个 比今年101年会再增加嘛是不是 对对对 对啊 航次会增加 我们降落期账会 费收入也会增加 17万多了 对啊 大概17万 好 所以在这种情形之下 次长你听到了没有 17万2 我们降落的航次也会增加 比今年101年增加 那我们现在看你的预算书编列只有1块1毛钱 你今年就可以达到4块8咯 那明年应该可以达到5块哦 所以你的预算书是编列是不实在哦 对不对 好再过来 航警局局长 你请上来 刚刚我们罗署委员在批评你 这个我们的大巴士这样子乱七八糟停 你有没有看全世界有没有看到说我们的这个交通是靠内线道是那个游览巴士 外线道是那个四人的轿车下车以后要钻过那个大卡大客车 全世界有人这样的规划吗 记得啊 我真的很担心我们的旅客耶 从这个汽车下来要走到大巴士这样子哇钻来钻去 记得啊 是 谢谢委员指教 我们就有 所以是 在做规划的一个部分 对 所以是的 谢谢委员 是的 我为什么你支持你们说还是必要出国看还是要看 是谢谢 对不对 人家是上下楼层这样子 我们不是 我们的大巴士在那里面靠里面 我也不反对了 但是你现在小客车人多这样子经过大客车 你们没有感觉到那种那种危险性吗 这个我想我们来了解然后改善好不好 是不是 好再过来 航警局局长 你们的警察局的人事费用谁出的 是现在是在民党作为基金里面 对啊 市长我一直在讲 我从上个上一届就开始咨询你们了 到现在都没有改 吃定了我们桃园国际机场 民党作业基金 铁路级的铁路警察局谁出的 政府机关的 为什么我们航空警察局要从民党作业基金出呢 这都不合理啊 这都不合理啊 是不是 我也是拜托村委啊 我们就要把它删掉啊 航空警察局不能从民党作业基金里来出啊 是不是 一样的 我上个会去问啊 高速公路 有收入钱会吗 也没有啊 铁路级有没有收入钱 也没有啊 为什么我们 我们的铁路 我们的跑道要帮我们从民党去收那个费用呢 收收租金呢 一国好几字啊 都是不合理的 好 你说因为有收入 好 谢谢你 我跟部长讲说谢谢 既然有收入 我就要税监处马上扣你们的地价税 是不是 一样的道理嘛 左手右手的问题嘛 市长 刚刚我们陈庚德伟咨询的松山机长 我告诉你一件事情 我们民党局机长 张国正有没有通过民党局机长 有没有 有 你要大声讲你的老长官啊 他亲自告诉我 我还在台北市当秘书长的时候 亲个告诉我 松山机长会有非常安全的问题 为什么 大楼太多了 大楼太多了 请我们局长说明好不好 好 我跟委员报告一下 松山机长确实在民国88年的时候 因为101大楼的陷阱 所以它的飞行的路线 会受到一些限制 对于松山机长的整个容量 造成了非常大的变化 以前大概一个钟头可以飞34架 现在一个钟头只能飞23架 并没有任何安全的顾虑了 那只是说会对机场的效率 所以刚刚这边也要说明一下 松山机场本身它有它的限制 所以它目前因为 所以 局长 那你的意思说 原来的张局长讲的话不正确 那个他在讲的时空环境 当时是什么样的状况 我是可能要 香港的喜德机场 为什么要搬到刺拉脚去 香港机场 喜德机场 确实是进场的时候非常的困难 对 但是他有增加了非常多的一些 在山上有加 所以 我希望你们再次评估 你们话不要讲的这么快 因为我相信 张局长有开过飞机的人 他很清楚 你没有开过飞机 他会开飞机 所以他告诉我 松山机长是有 是有危险性 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 台北市的市民 的生命当着 来开玩笑 我希望你要好好的 深重来考量 因为我们的机场捷院 马上完了 从机场捷院到台北来 也只有三十分钟 也很方便 所以能够集中管理也比较好 诶 我很佩服陈根德委员 他自己家里在机场旁边 他可以有这个 雅量让你们飞机都飞 让他不得安宁 要是我的话 我跟陈根德委员是不一样的 我希望你少飞 他是站在整体的观念去考虑 你知道吗 记得 再过来 因为我时间有限了 我只讲一句话 松山机场安全没有问题 没有问题 你负责 再过来 第二个要跟你讲一下 是的 是 今年的机场公司的 长期负载是变多少 负载变多少 36亿 长期负载是36亿 对啊 为什么会发生这样 一开始公司经营 这负载比例就一直在往上升 我这个部分呢 是跟委员报告 就是说我们 明年度呢 有些大的建设呢 那这个编是这样编 但是现在还没有借 到时候需要的时候 我们会去借这样 董事长 你讲这个话 真的是 如果在预算审查 你讲这个话 我们就要把你删掉 你知道吗 有需要 当然是有需要才编的啊 你怎么可以讲这个话呢 是啊 所以董事长 这个问题你要讲出来 因为我们虽然资本能很大 可是呢 那是可看不能吃的 都是固定资产 现金流量太少了 发生在这个地方 所以希望要增加现金流量 所以 是的 能不能考虑 给他现金增值 由中央出钱的部分 我们这个 关于这个机场现金公司 现金增值的事情 我们已经跟主机处 就这个议题 讨论过多次 目前还没有定 但是我们一直在争取 是的 我看了你第三跑道 从民国95年到103年 几年呢 8年 做一个跑道要8年 你看你这样的效力 不是笑死人吗 各位报告 那个不是第三跑道 那个是现在目前的 两条跑道 另外加上 四条的滑行道 包括所有跑道的整修 所以我就跟你讲 你看我们还没有讲第三跑道 就现在 两个跑道的整修 就要花8年 是问题在哪里 经费的问题 我们民囊局 我们桃园国际机场 赚不赚钱 一年赚多少钱 局长 局长 一年赚多少钱 台湾机场 对啊 台湾机场 大概29.9亿 29.9亿 28亿多 但是我跟你讲 那个是因为 我们缴了租金 四十几亿以后 如果还没有交 四十几亿的租金的话 你看我没有多少钱 差不多八十亿左右 对啊 我们赚这么多的钱 结果弄一个跑道 都没有钱去跑道 这不是很大的天价的笑话吗 像你听不懂我的意思 对不对 拿我们的旅客的身边安全来开玩笑 把钱都挪到 譬如马祖盖第二个这个这个跑道等等的问题 那是 我上次会计里面 我发现你们都没有去检讨 我们高铁已经在通车了 有很多的机场可以就废掉了 就不用几飞了 可以存掉很多钱了 我想非常谢谢委员提到这个议题 我们也有在检讨 如果交通委员会在这个地方 能够给我们更多的支持 我想国内是有些机场可以在检讨 是不是要进一步的 所以刚刚我们发现一个问题 如果按照会计长所讲到的 我们的EPS可以达到四块八的话 那你编预算只有一块一的话 那明显的我们的预算是编的不实在 我们应该把我们的税入 那个收入的预算应该往上调 我们可以增加收入 我们立法院可以增加收入 减少支出 所以我是希望说 我们要把这个输入能够增加一下 这个希望资产能够重视一下 谢谢